過去就是違法 他就有標誌牌說人車公用 交通部就違法,你怎麼要做違法的事情 你怎麼要改善 我怎麼知道做 我要改善 好,時間到 接下來由王立任議員 以陳世凱、張文立三個議員聯合 好,先開始 主席,我們市府的同仁,我們的媒體先進,好朋友 大家早安,大家好 我想本席想要先請教一下我們的觀光局 我想,局長 今天剛好是我們的國際的博物館日 所以本席想要問幾個問題 就是說,關於我們前朝有一個白海豚館的計畫對不對 那我想請教一下 這個白海豚館我們總共編列多少經費 5.7億 5.7億 我想這不是一筆小的數目 那目前我們經費的運用跟我們的施工進度怎麼樣 現在目前的進度大概實際大概是 大概是已經到8.7左右的 所以總共是8.7 那我再請問一下就是說 我想目前還是在做硬體的設施 硬體的建設 那對於將來的營運有什麼樣的想法 因為它現在白海豚館 它會被外界有一個印象是說 因為它是一個保育動物 所以你變成是 如果按照這樣的發展裡面 變成是會有一個印象是說 沒有白海豚的白海豚館 對 它恐怕會出現裡面很多 包括遊客裡面來會失望或是質疑 對 所以我們目前來講也是 可能會朝重新的定位 到底是可能會往海洋館的方向裡面去走 所以這也符合我們副總統的想法 白海豚會轉彎是不是 所以想要請教的局長 那所以我們的白海豚館也要轉彎了嗎 方向應該會轉彎 方向應該會改變 就是說我們不再只單一做白海豚 這樣的一個設計 它有可能融合了其他的作為 其他的對海洋的生物 那其他的作為大概有什麼樣的想法 可不可以簡短的跟本席報告一下 因為你現在 因為我們大概在大陸溪周邊 大甲溪的那個沿岸的部分裡面 是很珍貴有出現白海豚的這樣的一個 對 沒有我的意思是說 除了白海豚以外 大概我們要朝哪個方向去做經營 大概會往有一些包括海洋的生物的部分 很多元性裡面去發展 多元性那會只做展示 我想原本如果是白海豚 它應該不可能做圈養 或是做其他的富裕 那如果你現在轉向之後 你會不會做其他的這個活體的養殖 對其他會往其他的活體的那個養殖 那請問一下你大概對於活體養殖 你有什麼樣的想法 因為那個部分裡面未來就是一個 朝海洋館的部分 因為它是在海線的整個 籃帶特別是 那可能有養殖哪些東西 目前來講我們還在規劃啦 有沒有初步的想法 比方說像魚類啊水母啊這些東西 水母齁對 都涵蓋在裡面 所以這個變成水母館了嗎 也應該也不 還在前面的檢討 那本期想請教一下就是說我這裡有幾個東西 可以建議你也可以養一下 來 局長 你認不認識這幾個動物 認不認識這幾個動物 你講的水母大概是 大概是這隻叫水母啦 那我想海洋生物很多啦 我這邊給幾個建議啦 我們的海綿寶寶 其實海綿是動物還是植物 你可能不知道 海綿是動物喔 所以海綿寶寶也可以養一下 那包括我們的派大星 我們的海星 我今天也可以養一下 然後呢 包括我們的蟹老闆 螃蟹 也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 一個海洋 就是跟我們非常接近的一個生物 還有包括 欸 這個是什麼 小瓜對不對 海洋的瓜牛 還有我們的 章魚哥 我想這個其實都是我們的海洋生物啦 那所以我想再請教一下局長 面對於這些生物 我們來做圈養是好的嗎 你認為圈養 我們把它圈養 這樣的死亡的比例 一般來講 依照科學數據來講 做圈養事實上是比 這個野生 還要那個死亡率是比較高的 所以我們朝這樣的方向來規劃 一個我們的這個所謂的這個 不管你說巴海豚館也好 海洋館也好 你認為圈養這樣的一個動物是好的嗎 我想跟議員報告 這個是見仁見智 但如果要設立一個海洋館 那變成是要有多元性 包括3D 4D的 這種教學的影片 那至於圈養一些活體的其他 非保育性的一個海洋生物的部分裡面 我們想也會整體來思考說 未來一個營運的部分裡面 跟所有的兒童教育跟親子教育 海洋的教育裡面 能不能比較多元性的 裡面來做為營運的方向 局長 本席其實非常贊成你 把這樣的一個白海豚館 做一個重新的思考 那不過本席比較擔心 為什麼本席問這個問題 其實是因為 當初你在規劃 這整個規劃的來講 都是白海豚館 它的硬體設施 都已經是沒有要做 這個活體的圈養這個部分 那突然你現在 你硬體已經發包了 那你發包之後 你現在突然轉向 那對於將來的營運 要做圈養 這樣的設備 跟原來的規劃 是不是會有衝突 我想這個要特別注意 對我特別跟議員報告 我們因為現在 包括大安馬祖跟白海豚館 現在我們在市府裡面已經協調 的部分裡面是由建設局來代辦新建 所以基本上我們會跟建設局的部分 一起來協調 跟包括城商的部分也一起會考慮 那就我們來講 一個發包的單位來講 如果這個硬體形成了之後 要營運的時候 我們最擔心的一件事 變成一個海洋 一個蚊子館 這是我們 所以變成 為什麼剛才議員在提到的部分裡面 我們會把重新 它的定位重新施好 這裡面跟它 未來我們營運的方向 因為OD廠商會進來 這個是有連貫在一起 局長其實你講的真的非常好 就是說 其實我們很怕這個館變成蚊子館 也就是說如果 以原來的思維 它去做一個展示的空間 你知道 台灣的博物館 大概成功的案例非常少 為什麼你知道嗎 為什麼 包括整個那個 收票的制度裡面 還有包括營運管理的問題 我想其實不是啦 其實台灣其實 只有少數的才能夠叫做博物館 為什麼 因為台灣的博物館 就是真的有研究人員的博物館 少之又少啦 台灣其他的館 名字叫做博物館 其實它可能只能夠 只能夠叫做展示館 為什麼 因為它把這樣的一個設施放進去之後 可能三年五年十年都不會再變動 我想一樣嘛 我們去了第一次覺得新鮮 去了第二次 到了去了第五次 你不會想要再去了 那我們之所以會成功的博物館 是因為它有很 後面有 有有後子的這個研究人員 有這些研究人員 他可以定期的做研究 做這個展示空間的更新 能給予知識性的東西 那我想這個白海博物館 其實我們最擔心的 並不在於說他花了多少錢 然後蓋了多新的東西 而是接下來 第一次花了大錢之後呢 那怎麼辦 所以不管你從哪個方向去 發展去規劃 本期都很支持 可是 我們一定要去讓它的後面是有基礎的 讓它後面是有內容跟東西的 所以本期再請教一下 我們 局長 你知道我們台中有一個很有名的博物館 叫做柯博館對不對 你知道柯博館 它的館場有一項東西 跟我們所謂的白海豚館跟 這個所謂的海洋館很接近 非常有關聯的 你知道它有什麼樣的一個 這個部分 是全台灣的僑儲 最優質 點產量最多的東西你知道嗎 它的那個 所有的那些動物的那個展示 其實最重要的 是它的金屯的標本 它總共收藏了六百多件金屯的標準 不要說它管 它管才一共一百多萬件 我們老實講 像柯博館這麼一個 這麼好的一個基礎 它有六百多件的金屯的標本 這已經是全台灣數量最多 然後研究最豐富的 那我們看一下 來幫我播一下那個 PowerPoint好不好 來 再看一下 這是我大概一個多月前去柯博館 看他們的 當產在解剖這個金屯的狀況 當然這是因為擱淺 所以它就做成標本 好 下一張 來 這個是他們現在管產的這個金屯的骨骼 標本 因為你知道這個金屯 因為它的那個 它的肉質跟它的皮膚 是沒有辦法做成標本 所以它只能夠收藏骨骼 好 看下一張 好 這個也是 那其實它很可憐 我說實話 就是說 因為科博館的發展受限了 所以它大概只剩下 它的就是它的管產 就是集中集合在很狹障的空間 我們再看下一張 它就整排都是齁 那我想要請教局長 有沒有可能我們將來 跟科博館來合作 讓我們這個管 能夠營運的更有內容 營運的更有發展性 議員你這個建議的很好 我們大概也會朝這個方向裡面 來建立 包括 因為現在大概整個海線裡面的 觀光的發展裡面 像我們市區裡面 有這樣的一個資源 大概就會連線做一些資源上的整合 我想不管是從旅遊 還是從這些海洋生物裡面的導覽 這些發展跟教育性質 我想這個部分裡面都會 可以相成相符 我們也大概會朝議員 這個方向裡面來努力 好 我想本期對這個其實很大的期待 就是說 科博館一個國家的資源 然後能夠在我們這個台中 這個地方 生根發展 那我們希望能夠有更緊密的結合 那我想這才是對我們 將來我們整個大台中 包括這個 不管是生物的教育也好 不管是觀光發展 才是最重要的一個部分 那所以我想 希望局長 能夠 就像你說的 我們能夠 將來能夠跟科博館去做結合 甚至於我們有更多的想法 能夠推動好不好 我們會朝這個方向 好 謝謝局長 謝謝 那接下來我想請教一下 我們的交通局局長 我想請教一個問題說 你有搭過台中市的公車嗎 有 親自搭過 搭過 那你覺得這個感覺上怎麼樣 感覺上車子都很新 車子都很新 然後呢 然後 民眾坐公車的時候 也還蠻舒服的 所以你的感覺非常良好 不是良好 但是等車的時間是不穩定 所以 至少搭乘的是OK的 對就是因為這幾年買了非常多的新車 好 那我再請教一下 你知道齁 我們有一個1999專線對不對 對 你知道1999還有那個公共運輸處齁 去年一整年有接收到多少的這個申訴的案件嗎 你這有幾件嗎 一個月大概16萬件 一個月16萬件齁 哇 那請問一下到底他們申訴的部分是什麼 大部分是問公車幾點要來 問幾點要來是不是 對 所以我想能不能再請教一下局長 我這裡有幾項齁 那我想請教一下局長 你大概可以跟我講說 有哪幾項是被投訴或申訴的齁 來第一個 來 班次務點有沒有 有 這最多 這最多齁 這第一名齁 因為我其實齁 本來要跟櫃局去 要這個資料啦 櫃局說沒辦法給我啦齁 所以沒關係 我就請教局長 來 那服務態度不佳有沒有 有有有 他排名怎麼樣 這個也有 對這個大概排 應該排第二有 排第二 哇這個是第一名 對 這個是第二名 來 車輛太老舊 這個比較少 這很少齁 那還不錯齁 來 亂扣款有沒有 亂扣款大部分是VRT的 VRT的齁 VRT現在也基進等於公車了嘛 因為他也沒有VRT的功能嘛 對不對 所以他也是 來 最後一個是 新車的品質不佳有沒有 就包括說 急轉彎啦 有有 然後煞車啦 或是說 有吧齁 有有 所以我們隨便列幾個 項目其實都還蠻嚴重的齁 所以 局長 那你說你覺得搭乘還不錯 所以也只有一件不錯 就是覺得車子蠻新的 是 其他的應該都沒有什麼很好 因為一個月16萬件 一個月不是一年齁 好 那本期還得到幾個數據 包括 霧點 跟拖班 大概就有 一千多件 而且他佔整個1999的 將近 0.9% 1%呢 也就是說整個市政 只有公車拖班 就有大概快1%的人在投訴耶 他是還包括不投訴的人耶 是 所以我想這樣的一個問題 我想局長你有什麼樣的方法想要改變 我們 因為現在把整個大台中的公車重整 所以有一些路線其實蠻長 會霧點 會拖班 會民眾等很久 不知道什麼時候來 大部分都是那種 在路上塞車 是 那因為我們現在路線太長 所以一塞車就整個地沿下去 所以就是 我們現在的調整方式 把整個路線變短 譬如說我們有一條路線叫100號公車 從豐原開到亞洲大學 是 那非常的長 那我們現在準備把它截斷 到台中火車站就把它截斷 因為台中火車站的南北 兩邊是不同的旅次 是 所以我們把它拆開以後呢 那個班次會更多 就是說整個 因為它班 旅次的路線長度變短 所以它在裡頭出現的公車就變多 那民眾等待的時間 其實就會降下來 是 而不用等這一班車因為延誤 就一直後面整個都延誤下來 我想民眾一般最大的投訴 大概就是說 要嘛公車不來 要嘛連續兩台三台一起來 對不對 是 我想這個當然它有一些 重點跟問題就是說 因為它常常有時候 前面一班一直載人 擠了 人家繼續要擠 所以它就一直延誤 後面的載不到人 所以就追上來了對不對 對 所以常常就是說這一班 因為第一班因為載人載越多 它就越慢 結果後面一直擠上來 我想局長 這個方面 你有什麼想法可以改變 這個現在都是透過處罰 處罰 對處罰 就它一直要載你會處罰它 對 嘿 那除了處罰以外還有 看起來也沒有什麼得到很好的成效 呃 處罰是這樣 我們處罰以後這個 客運公司